今天我們呈現 在上部影片中 網友紛紛點名 受到很強的影響 你Shit 嘿大家好 我是尚恩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目標一千個讚 今天我們來玩老爺爺 我們來聊這位英雄 而且呢說一說為什麼 我們上一部影片中 沒有推薦他 首先呢老爺強射點是前期 前期呢尤其是在 敵方魔防鞋買出來之前 特別強 二等開始呢就強的跟什麼一樣 前面呢只要一二技能 你都會用的話 一技能之後再用二技能暈眩 接好鞋碼呢敵方就頭很痛 可是呢伊耿斯有兩個 很致命的問題喔 第一個問題呢就是很明顯的 他是團隊型英雄 他傷害呢其實並不會很高喔 所以我們這樣說呢 剛剛還是把敵方 莉莉安打殘了 那如果我是拉鎮呢 莉莉安應該就打死了 再來呢伊耿斯的第二個問題是 他是團隊型英雄喔 一般我們推薦的都是單排為主 在單排為主的世界呢 你玩一次團戰英雄就是格格不入 除非你可以跟佩人又一起三排 那的話伊耿斯是你不錯的選擇 你甚至呢可以救你的三五好友 一起去敵方的野區野燦 從一等兩等開始呢 就可以開始反野了 敵方藍開你反他的紅 甚至直接過去亂他也沒問題 那控場招呢盡量留給敵方的關鍵英雄喔 比如他們的Carrie 5英雄 像是這一場 蘭鐸 亥牙跟莉莉安 威耿斯喔不要手忙腳軟就好 關鍵一技能呢 有些人可能覺得一技能很難瞄準 搞出來這個訣竅呢 其實一技能並不用瞄準 只要你走得夠近的話呢 直接點那就好了 一二一二一二很簡單吧 主要是呢不要離目標太遠喔 讓我們的暈眩可以接上去 像這邊呢 喔 帥氣的擊殺 這波跟我們的歐米加歐勞 合作愉快 應該減進精華的對不對 那我們來出裝奧義魔紋開始喔 魔紋的話呢我覺得就是神聖守護 那是最好的喔 護盾跟魔法吸血 打架打到一半沒血呢 觸發魔紋 遊戲滿了 奧義的話呢 欸 奧義比較重要 中正帶庇佑精靈都行 只不過呢後面一定要帶純潔喔 我們前面很需要呢10%冷卻時間 相信我們呢準沒錯 這邊注意到一個問題呢 就是我們並沒有磨穿 所以啊有需要的話呢 你可以買個小面具 他最強裝備呢跟菁娜是一樣的 就是前面兩件 魔防鞋跟惡魔微笑 買出來就是打架王 團戰的時候呢要記得 我們的核心目標還是敵方的後排喔 盡量暈著敵方的後排 前排呢可以用來用一技能噴他 用來疊我們的被動 不要忘記我們一技能噴出去之後呢會擴散 所以啊如果敵方前排靠近我們的話 那就用一技能噴他就對了 疊被動 打架的時候呢如果我們一二技能呢可以命中敵方的射手喔 或者刺客啊他們會相當難受 你想一想呢 刺客或射手被連續暈著三次 我們隊友補點傷害呢敵方就有死定了 可是你再換個角度想一想 如果我們把敵方的目標暈著 而隊友沒有跟上沒有補傷害呢 那也是一樣 很難收頭 這也是為什麼呢我們主要沒有推薦一根絲 我相信呢如果你是三排或者跟 職業賽中的職業級隊友呢 一根絲還是有很不錯的表現 我們的專長就是消耗還有空場 AOE範圍空場 等敵方艾瑞咬過之後呢把他帶走 這裡的血量有點殘 注意一下撤退 有著敵方的 夸克 這邊還可以帶走喔 最後一隻一技能大招 秒掉 這邊敵方打了四人 那打一打我們血量又補滿了 有沒有有點厲害 如果呢你的打野是不需要藍的英雄 我們可以吃藍呢會更舒服 一根絲呢打下來傷害通常很高喔 那是因為我們技能是範圍的 而且呢有惡魔微笑的關係 很容易關水吸出去 但實際上呢我們的一套爆發是不夠高的 舉個例子呢我們一套關下去也秒不了一隻射手 可能敵方有魔防 邪有任性呢可以叫位移逃脫 那也是很麻煩 有隊友在幫他補一槍呢則鈴鐺被刃 這邊追上去 留著敵方 帶了敵方艾瑞 這波有三隻兵 那我們可以推 防禦塔 優先點塔那我們隊友就不會死了 把他拆了 這裡先拉開 盡量不要給敵方是 舒服的節奏 比如不要被他們蘭鐺在安全距離 碰我們 位移來位移去 我們要逼他呢 要在很尷尬的位置 在暈眩他 讓他不舒服 一根是一個很厲害的用途呢那就是斷敵方的節奏 你想想呢本來你規劃了一整套 但是被一根是連續暈著 暈在原地 那也沒辦法 這位BP是挺有創意的 幫忙這個兵線呢走進來一步 但我們不夠傷害喔 敵方把我們的歐米加拉了進去 但是傷害是不夠 把敵方勸退 敵方這裡還不回家 那我們的招快冷卻好了 先等一等 不要被快克勾過去就好 再次一技能 大招冷就好 觸發大招 擊殺敵方艾瑞 炮車比敵方輕咯 那我們隊友這場能也有做事 那是夢寐以求的隊友 相信我呢 這版本很容易出現一種 知識型隊友 所謂的知識型隊友呢 就是把所有的兵線跟野怪 全部通通吃掉 一打架呢他們就躲起來 畢竟他們呢只想 KD也很漂亮喔 死亡數少 然後錢很多 這玩法是錯誤的 正確的做法呢 是要配合隊友打團戰 那才是 所以說呢 讓我們很慶幸這場推友 並不是知識型 也跟我們一起做事喔 跟我們一起推塔喔 打架喔 那很好 OK 救命的藍buff 這邊呢搞笑喔 我們一技能 沒噴到敵方 那沒關係喔 最後還是把他帶走 如果你不知道呢 星葵的普攻會追蹤人的 特別 這邊 客製一些 花里胡哨的英雄 那有時候敵方太遠的時候呢 可以用二技能來消耗 注意一下二技能冷卻就是 除了有緩速之外呢 還會觸發我們的惡魔微笑 進入中後期呢 我們的功能性就會 比較下降一點 這時候敵方都比較硬喔 有魔防裝 而且呢還有買出韌性血 我們就無法呢 把敵方盯在原地 可是通常射手呢 還是可以控制就是 敵方立案錢我們吃了一套 已經殘血了 他好像對我很有意思喔 一直炸我 請敵方夸克吃一套 夸克打下 跟上去 再上去 這波有賺 那我們繼續推中路高地 這時候是三打三 偏了夸克的勾姿 優先點塔 這力呢有點意思喔 看到我們就炸一套 運在地把他帶走 伊耿斯最擅長的是近距離作戰 而他剛好貼我們的臉 那之後請他吃一整套囉 幫忙來吃個凱 OK 帶走 這邊我看隊友呢 是跟得上的 我們先把兵線推過去 注意呢 要預留逃命的路線喔 如果被敵方圍的 就要打掉喔 下路有還波兵 我們先清這一波兵 夸克看來對我們有意思 避免被敵方包圍喔 急走開要轉好了 有機後就沒問題 敵方燃出來了 先把他偷了 應該是可以直接偷掉喔 好嘞 吃了兩樣 舒服 還可以再拆一隻塔 敵方注意力都在我們的上路 那我們把下路拆了 那也有賺 消一下敵方的夸克喔 緩速呢可以讓他更慢的支援 用小兵來疊我們的一技能 夸克叫過了鉤子 反正呢就一直煩他們 給他們緩速 給他們惡魔微笑 這邊歐米加被勾了進去 可是呢他坦住了防禦塔 而且大招還可以免疫傷害 這裡呢敵方相當的傷 往前走 留著敵方的莉安 打他一套 最後還是沒死掉 有點可惜 以我們這個發育狀態呢 如果我們是其他法師 比如颯枷跟拉茲 莉安已經死掉了 伊耿斯呢是爆發沒那麼高 可是呢他屬性呢 是偏向於消耗跟控制 還有就是續戰力 我們一直回血一直觸發護盾 那最後與我離我們兵線喔 推敵方的主堡 結束這場的遊戲 以上是我們來 伊耿斯的實戰結束 大家覺得老爺這版本怎麼樣 雖然我們一直說他傷害不夠呢 他還是打了全場最高的10萬輸出 那我是尚恩 感謝你收看 我們下次見